我们看到的明星永远都是他们光鲜亮丽的一面,其实他们也和土托人一样,有着光鲜背后的心酸。 很多明星在出道之前都曾经做过各种兼职,有做过生意的,有做打工仔打工妹的。 张伯芝在出道之前就曾经做过各亲女招待。 张伯芝13岁的时候,随母亲到澳洲,因为没有钱吃饭,交学费。 张伯芝开始了办公办读的生活,早上在餐厅上班,晚上就在酒楼做服务员,在恰拉OK里面做招待,做过装修房子的工人,整天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。 所以张伯芝从出道的第一天就说自己,我从来就不是女女。 张伯芝早就自报过自己是单亲家庭,家境不好,早早就在社会上闯荡,进入娱乐圈前是在酒店做陪酒女。 这是张伯芝亲口说的,正是在这一阶段,她开始学会抽烟,有出于某种职业上的需要。 她也开始喝酒,也正是因为在墨尔本的这些经历,让她比同龄女孩显得更加成熟个性。 后来,返回香港,在娱乐圈换出了名堂,几乎所有人都觉得,她是一个颇文前卫的女孩。 刚刚出道市的张伯芝因为形象轻力秀美,被媒体誉为小林青霞,而经纪公司也有意将她包装成香港娱乐圈新的玉女派掌门神。 然而个性出众的张伯芝却依然坚持要保持自己的本色。 接拍《阳光柠檬茶》的广告后,张伯芝被周兴持发掘,成为喜剧之王的女主角。 她在剧中扮演不失单纯个性的小舞女柳飘飘,情感拿捏的真挚感人,就此一炮而同,被誉为新一代玉女掌门人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